从今天起上海代表团开始分组讨论胡锦涛同志的报告 韩正代表在讨论中说 报告充分展示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总览全局把握大势运筹帷幄的战略眼光和战略能力 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发展理念和治国理念的升华 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报告坚持三个结合 即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紧密结合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坚持当前与长远的紧密结合 进一步阐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突现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上海下一步要按照中央要求贯彻落实好报告精神 促进上海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公学平代表说 胡锦涛同志的报告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新的内涵和更加丰富的内容 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 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 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报告的另一个亮点是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引领全国人民前进的强大力量 讲语院代表说 听了报告有四点体会 一是振奋人心 二是主题明确 三是理论创新 四是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 我们要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 结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在党的领导下 围绕团结民主两大主题 积极搭建平台 集中各方智慧 促进科学决策 促进科学发展 为上海加快实现四个率先 加快建设四个中心 做出新的贡献 叶一锤代表说 报告高屋建林 求真务实 顺应党心民心 必然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 对党和国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五年来 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一心一意谋发展 以人为本促和谐 求真务实抓党剑 取得了新的成就 报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理论性 指导性 对进一步统一 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具有重要意义 是指导我们当前和坚后工作的 刚领性文件 特派记者 吴中伟 严伟黎 李坚云 Dan nature 开车